廁所玻璃整個被敲碎 洗手台完全解體 只剩一地碎瓷片 此外小便斗也是同樣命運 除了碎瓷片 還有檳榔汁 鐵馬車友行經此處 看到這般場景難以置信 因為記得沒錯 這裡不是專門提供給車友休息 淋浴盥洗的鐵馬驛站嗎 上次來沒有 沒那麼嚴重 沒有 對啊 沒辦法上廁所了 其實也很可惜 不僅廁所隨便一晃 整個驛站只能以殘破不堪 四個字形容 抽水馬達被破壞 供水一整個中斷 滿地都是碎玻璃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割到 對比新陳照片 放大整個站體來看 證明損毀 牆面斑駁 就連告示牌也都不知掉落到哪 整個驛站彷彿無人管理 無政府狀態 有經驗的車友說 這裡很早就不再來了 因為我們有時候 已經知道這裡不開放 就直接上去那一邊 去跟安東分泉界 全台灣第一座 由廢棄車站打造 位在花蓮的安通提馬站 2009年開幕當時 時任總統馬英九 交通部長毛治國 都還特別南下剪載 未料為外業者經營三年後 就宣告關門 之後在台鐵局 觀光局 當地政公所三不管下 一年比一年殘破 如今幾乎成了廢墟片 也讓車友忍不住感嘆 又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文字怪 既無彩巡言靜宇 華聯報道